from top to bottom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个字 我们知道top这个字指的是顶端的意思 当作动词是顶部 它也可以当作陀螺 那这个字呢 另外这个字呢就是bottom 那bottom这个字呢 指的是最低的最厚的 但是它如果当作名词的时候 可以当作底部 或者是人的屁股 动物的屁股也可以 好那这个字呢 Andy呢再补充另外一个同学 很容易把它弄混的 这个字呢就念成button 那button这个字你会发现 一个bottom呢 它是发o的音 这是o 然后呢它的母音呢是u 后面结尾的一个是m 一个是n 所以这两个字呢 发音有点像意思不一样 拼法也不一样 这是同学要注意到的 所以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就是从上面一直到下面 那么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彻底地 我们看英文解释 without missing or skipping anywhere or anything 好就是呢没有 without就是没有 没有错过或者是跳过 skip就是跳过的意思 任何地方或者是任何事情 每一个东西都没有跳过 都没有错过 那就表示彻底的 好这边有个片语呢 同学不妨也顺便记一下 英文就念成all the way through 好我们来看一句 after the cleaners washed and scrubbed the statue from top to bottom it looked brand new again 好after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后 好在这cleaner cleaner呢指的就是清洁人员 好在这个清洁人员呢 洗而且用刷 这个scrub指的是刷的意思 好洗刷过这个雕像 statue从什么地方洗呢 from top to bottom 好从头到尾 彻底的洗了一遍 好洗了一遍之后呢 ta这边指的就是前面的雕像 看起来呢 崭新 都非常的新 就是brand new 指的就是全新的意思 ok 好所以这个片语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from top to bott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